HELLO 各位观众 网友 大家好 我是国际杰说 郭托驰 来看两个不正业的兄弟 英皇爱上了劳拉 而竹内选择了柯迪 现在这些职业选手没有一个就玩自己的角色的 那我最近是找到了一个玩刀子的柯迪 不过不是这个人 等到我找到合适的录像 我就把他给搞出来 好 今天这一场由竹内对阵英皇 其实两个人换角色有换了一阵子 那都没有比赛的压力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任性的放飞自我 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相对比较平衡的情况下 其实玩什么角色都不会太差 好 那我们来看回这个对局了 现在英皇呢 已经看起来不太行了 吃了一个波 被压了一个暈点 怎么办 看下英皇在这边选择了一个跳波 好的 这一手起手 可以 接下来就是强开VT了 还要摊一个头 你不愧是英皇 完了 这你VT开不开来了 发波 然后VT交出来以后 EX再跟上一波 还有一个二段可以压 哪怕你拆头成功 没有用 这个压制非常的鸡贼 对吧 投完 你拆头 后手还有一个波继续跟上 这种都是套路 套路深的很 你在一层 他在九层 就特别担心英皇那天太高了 你就失足坠落 一下子掉到底层 地下一层 对吧 高空有个加速度 然后地上砸出一个坑 好的 这边一个对空 轻攻击点两下 这里手上没有什么资源的 主内 考虑直接把VT丢出来 没了 他还在那边思考的时候 英皇这边直接硬冲了 这手硬冲 其实后手是买了一个保险 那个波放在那里 他即便是这个硬冲被防住了 也不吃缺乏 就非常鸡贼的一个路数 好 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英皇上来就先摸一个脚 其实劳拉中距离这个摸脚还挺不错的 当如果说这个距离控制的 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 对手也没有办法拿你怎么样 他必须要上来 走上来才能打你一个大头则 他不走上来的话不行 这个时候其实劳拉很安全 再给一个直灵头 这边还有的压 压早了 这东西要偷针的话 还得卡一下这个帧数 现在克地这边进攻 对空 没有对身攻 完了 这个没有对身攻 直接被送进厕所 而且是一个满资源 加上有VT的劳拉 这个就是心生一股绝望 克地这边跳出来了 这绝望就结束了 这边拼到相杀 加重点摸一下 这里吃了一发重拳 这两边都 来了 突然一个摸奖 而且这个摸奖 他是一段就做一个取消 非常的果断 非常的坚决 讲道理 这个EXBINGO 完全可以等二段打完以后 再做取消的吗 好 那现在就是到了第三灯 上来先发一个波 拼到一个相杀 手上还是满资源的英皇 藏能量是藏的非常的紧 就是想搞一些骚套路 对吧 压到板边EX波丢出去 再丢一个EX手机 白凹一下我血赚 对不对 这边指令头没有中 中拳一个BINGO 跳中拳下来 EX波 中拳往后拉一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这边只是吃到一发VS 难受 现在竹内手上的VT已经好了 这一波打中以后 顺利开出自己的VT 到底还有个压制 要是能够抓到指令头的话 后手就可以直接带对手上路了 毕竟那个泽 想要磨掉你的血 肯定不难 怎么来 中拳EXBINGO强开 点一下 然后再强开 磨血 往后拉一步打拆 好 英皇去世 英皇的这个劳拉 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就是少了一点那种 没脑子的感觉 知道吧 英皇打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还是想的会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玩劳拉 一定要挖空自己的脑子 感觉对手这里要出招了 我就直接打过去 像我们的宰哥威力王 一直都是这么玩的 对吧 就预判 各种预判 打中了我就是神 打不中呢 这个就是威力王 对吧 好 现在英皇这里 一发跳入青鸟两下 再点一波 这里一手进攻打过去 又是一个满资源 看一下怎么样 这边已经交掉一个能量了 组内这边其实可以简单一点 EXBINGO强开过去 这边是摸到一个角 摸到角以后 来了 逼近版边 接下来就是EXBINGO的考试了呀 下段 轻攻击点中 摸一下 这里 英皇也是反手交出自己的VT 这一波能不能防得住 先给一个头 中段 下来完了 这里要被连一下 再一个头 投完 EX波中段 没关系 这里有一个EX波在 再来一次 被反了 完了 这样英皇的节奏被断了 这一波进攻的节奏被断以后 组内这边是有机会的 只要防住对手 哎呀就是这个东西啊 完了 我都知道英皇这个EX波过来就 后手的EX手机 就他很喜欢用这个路数 用两个能量 对吧 就相当于一个完全无敌的招式 压你上脸 我突然就觉得这招特别好用啊 感觉不用什么脑子 只要卡好这个距离直接丢出去就行了 推荐一下威力王 对吧 不需要脑子的招式 很好用啊 好那现在就到了双方的一个决胜角 上来一脚被缠倒 一波到板边 看一下怎么样 这边是用周全来摸角 摸中了以后还有个确认 有点厉害 这边EX波 可以再做一次压制 对手交出VR 那组内在这里就有点难受了 好了下中全无脑魔角摸中 出来 然后请你吃一发指令头 接下来 再前前再指令头 挖空脑袋 就喜欢投啊 英皇玩小英的时候就喜欢投 现在给了他指令头 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啊 接下来要准备做什么 反正我也不知道 手上一个满资源的英皇 接下来又要开始了吗 这边没有成功打出奔雷达 打出奔雷达的话 后手是有一个套路可以压 那英皇就很难受 但现在的话 英皇这边会不会再来一次EX波 直接一个EX 手机接下来强则 完了这个中角按早了 他其实想用中角 然后TC开VT 开出VT就很舒服 开不出VT呢 就直接上路 因为对手能量已经满了 只要直接打出一个CA 他就必死 好那这样就到了 竹内的一个赛点 上来轻攻击EX Bingo 一波到板边 中拳点两下 跳头 这样直接是为之做了一个交换 看一下英皇这里 步步为营 步步逼近 当我看到他的能量 在闪烁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接下来又要搞事了 完了 竹内这边不给他丢波的这个机会 对空 对空没做 再跳一次 完了 这一下是跳到一个逆向 竟然被VS2端起座 哇 这一下重伤了 一个反鞭 还有能量 这里 说是要带着满资源 不要死啊 哎呀 带着满资源去世的男人 好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观众老爷们的收看